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下面我们为什么非得去留我们同学复习家Log4G呢 就是因为关于咱们MyBetis是对Log4G具有支持的 它主要用在什么 是当程序运行过程中调用了什么似乎语句 它可以把似乎语句给咱们输出出来 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比如说现在我们去右键新建一个 右键新建一个外婆是在的吧 叫MyBetis02 MyBetis02 还是首先第一步倒下账包吧 这我就直接复制了啊 复制放到下面 第一步倒账包 第二步呢 是不是建全局配准件呢 这不叫文档啊 叫配准件复制 往这里面放一下 然后之后呢 干什么 下面给干什么了 全局配准件的事 是不是写它的实体类和Mapper 那么咱我们这里面写不写实体类 其实写一下吧 用一下今天咱们上网的实体类 用的是哪个 people 还有印象 people中有什么吗 id name和age id name和age 然后再去写一个Mapper 新建一个包叫com.北京上学堂点Mapper 然后里面右键复制一下吧 然后改一下啊 拿过来往里一放 然后把里面东西删掉啊 这里简单点起 咱们测试的时候 a.b吧 这是我们现在去搭的一个环境 mybitis默认是对这些东西需要有 它里面可以对这些东西有支持的 怎么去做啊 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去讲logo4G的原因 就是因为mybitis对logo4G有支持 用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去打开mybitis官方文档 在左侧插面映射文件 这个就是整个全局配置文件中 咱们可能用到和一些不太用的 那这东西根本就用不上啊 我们可能用上的就是setting字设置 这个标签是mybitis的全局开关 ok啊 第七个关于setting字标签 我们是可以在mybitis全局配置文件中通过setting字标签 控制mybitis的一些全局开关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很多casteval缓存功能 但是啊说一下mybit这个框架 其实我们后面如果在修啊heavenit 你会知道mybit要比heavenit简单太多了 这框架灵活有人说是灵活的确是一个特点 但是其实还有特点就是简单 特别容易上手 这是你在高级中碰到最简单的框架 mybitis和Spring MC是并列的两个框架 都比较简单的俩 那现在在开始英宝这里面这个东西不太好使啊 他这个东西不太好使 他有一些东西虽然说简单 但是都不太好使 颜值加载还一些的鞋俩挺飞进 我们重点看一下谁呢 用下我们用的这个吧 漏个 impl 日日 右边第四列 往上看是什么东西 默认值 默认值 默认值他写的什么呢 no set 没有设置 然后第三列看看是什么 有效值 就是取值的范围 sf 附计 logo 附计 logo 附计2 第二个版本 然后gdk login 等等等等其他的 comments login 我们用的哪个 logo 附计 ok 这是属性名 这是这个属性的解释 配置的时候下面有示例 外侧是一个setting字 里面是setting 加s的里面不加s 然后一个name属性名 一个value 所以我们就很明显就知道怎么配了 怎么配 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由于我们导了dtd 一定要严格的按照dtd的语法去来看一下每一个标签的个数及顺序 往鼠标往负节点上放就知道这个负节点下面的止节点有哪些在这儿了 其中问号表示正则表达是问号表什么 0个和1个0个或1个 然后再往下怎么全问号呢 也说这里面的所有的配置都只能是要不就不配 要配最多配一个 还有星号 里面还有星号 只不是这里面有 我们看这里面有没有 有星号任一个 想配几个 配几个 还有个加号 至少一个 数线是或的意思 其中这个顺序一出现 只要出现就不能乱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全局配置文件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现在想写setting子 你就不能给我去写到environment的后面 他dtd就会你报错误 比如说我就非得写后面 看看 叫setting子 里面写个setting标签 看这 就报错了 他告诉你你必须给我按照这个东西写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剪切一下 放到上面 这就不报了 就这意思啊 一定要严格按照dtd的语法要求 都是有顺序的 出现就必须 比如说咱们maper 为什么我喜欢放下面呢 不是说到后写我就放下面 因为maper 就必须出现在environment的后面 啊 好了那现在在这里面写 叫什么呀 露个 impl 是吧 看看 哪去了 这儿了 对 露个impl 往这儿了 往这里放下 后面 value 叫 log 4g 复制一下 我们也给它放到 value里 好了 这么放完成之后 那么就是maper 开启 开启了 log4g 支持的功能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 用一下怎么用啊 那我们得写个测试类啊 com com点北京商业堂点 tice的 tice的 在里面我们去写上 慢方法 慢方法中我们还是写那句话 resource.get resource is stream 里面叫mybetis.xml ok 返回 有个异常 抛了啊 不处理了没用 is 再去new circle sens factory builder.build 把is 往里放 返回factory 再由factory factory.open sens 返回sens 起名叫sens 然后再由sens 打点掉 假设一个slide list的吧 slide list的 那我现在好像没有写呢是吧 嗯 上里面写一下 在里面我们简单点起 slide的id就叫c了 有没有参数啊 没有 写个返回值 resort type vcom点 北京商业堂点 pozo点 people people 里面就参全部 slide的sens from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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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下面这里面 我们写上a.b.c 行了 就这么写 然后sens点 点close 我们看一下 当我去把log4G 倒进去 还少个东西吧 log4G的步准 第一步倒炸包 第二步干什么 是不是有个log4G点property啊 哎 我们都把他那个property拿过来 往里放 往里放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结果 我这级别提了什么 第八个啊 第八个行 右键 软爱子加pilakis 没有mybetis 没有mybetis 点插名 这文件怎么起的 mybetis ok 我这文件是复制过来的是吧 下面是谁啊 flower 这里应该叫做people 复制 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啊 整个程序 mybetis框架 他就会给我们输出一堆信息 其中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三句话 看出来吗 是不是我们程序执行过程中 涉及到的社会语句 这个primeters 这块是如果后面需要传参数 这个地方明确的告你哪个位置的参数 值是几 特别有助于我们开发过程进行调试 偷偷表示你最后的结果行数 一共两行 但是你看啊 一堆咱们就要这三行 现在还输出一堆其他的 没啥用啊 如果说输出的时候 就要这三行 是不是看的就更好了 对 所以说咱们这块还有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啊 我们首先在刚才我们是这里 在mybitis.xml中可以去开启 logo附计是吧 怎么开启到刚才 在settings 这儿了 往这儿一斜 开启 前提必须保证有什么 必须保证有logo附计的炸是吧 这个必须有 还得有什么 在s2c下必须要有一个log4g.pro ok行了 那现在第三步 这里我们可以把log4g中 log4g中可以来输出指定内容的日志 分为3.1 命名空间 级别 3.2 类级别 3.3 方法级别 这个其实可以理解成叫包级别 什么意思 来我们看一下 就这意思 我在log4g文件中 现在我这里写成debug了 而且下面的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 当前日志级别 我们找一下 右线级-p 我们把2%p放上 时间就不用要了 2%p在这里 我们就要个2%p 那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么写完成之后 在里面去写的时候 现在是debug 我们先看右键 roize 加pillacase 看这里什么级别 debug级别 这些是不是都是debug 看 是都debug 都是debug ok 现在我把这里面 假设换成 我只看错误 现在这样的话还会有吗 是不会有的了吧 因为他们是debug级别 那在里面 刚才我们说了 是可以指定内容 输出指定内容的日志 也就是说控制 控制某个局部内容 的日志级别 我们在这块写的时候 现在掉的一个是 a.b.c 它有一个这样的语句 那我在这里面就这么写 看清楚怎么写 log4g.log.a.b.c等于 看一下什么意思 就c这方法是debug的 其他的全是 arrow 现在再来看一下 右键 转爱者 加油排来开 这是不是多好 能明白我在我们在做什么吧 哎 那现在假设我这里面 哎 我现在我又这么写了 select id为d 还是上面这 这个返回资还他 下面我们再写个吧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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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右键,Rise,Jabrakes,行不行,行 但是你这么写起来 你一个这里的文件 那可能有百八十个 那百八十个你这么写起来 那可就类似了 所以说目前我们写这种级别 叫方法级别 它里面还支持到类级别 A.B 我们这里面要理解 给它理解成是什么 这个地方要理解成是包下的类 不能说是包下的类 实现类 是不是实现类 这是方法名 对吧 那么这就是A A是包 B是类 那现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就是A.B 能明白啥是吧 OK 就是B这个类下的 所有的内容都输出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结果 是不都有 现在继续 把它Ctrl C Ctrl V 往这复制一份 行吧 就叫它了 那假设现在有个命名空间 叫A.A. 勾吧 那就相当于什么了 A包下有一个类叫做勾 好了 勾下面有一个什么CD 这都无数位 现在我在类中去调用这俩方法 看清楚 我把这个往下复制 是A.Go 然后C和D 这俩是否能被输出 不能 右键 Rise 加完Application 看几个 没被野用 来 这个异常令我们看下 只要Mapper的Statement Classen不包含结果A.Go.C 就说明这个东西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我们就应该上这里面去 给它复制一下 叫什么 PoMapper2 好 再来一下 右键Rise加Application 几个 两个 那做项目的时候 肯定不能就一个表 是不是有很多表 那么很明显我们放到Mapper下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MyBetis的配置文件 只要这里面的东西 我们程序用到了 那它就会被输出 所以我在配置级别的时候 发现它俩都是A包下的一个类 看这个 A包下的一个类 所以我配的时候怎么配 就是点A 那就是A包 右键 Rise 几个 1234 是不是都有了 但是不是说你配完它之后 它那个东西写的东西一定输出 我不掉它能输出吗 这输出的是什么 程序运行过程中 调用了哪些时候 所以这么写的话只有几个了 三个 OK 是程序运行过程中调用了哪些时候 非常有助于我们进行编译过程中 在开发过程中看一些运行过程 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所以在里面 我们这里面的命名空间级别 包级别是 所谓的包级别就是什么 就是Mapper Name Space 属性中 哪个 怎么说呢 除了最后一个类名以外的是吧 是吧 比如说举个例子 例如 NameSpace 等于 Come. 北京上一堂 Mapper 那其中包级别 其中包级别是什么 就是 喂 Camo.北京上一堂 Mapper OK 就这么写 所以我们需要在 Log4G.property 中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做一件什么事情 两件事情 一定要注意是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一个是这儿 一个是这儿 前面这个是固定支付块 这表示Log4G输出的一个日志 然后后面是哪日志的一个地址 为什么把上面调成error 要不然的话会怎么的 输出很多其他没用信息 我们这么做的 然后在里面我们做的时候是3.1.1 是先在总体级别调成error 不输出 无用信息 然后再去 再设置某个指定位置 位置 级别为debug 那就只输出到这了 OK 类级别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谁 就是内幕Space属性的值 对不对 因为它内幕属性的值就相当于是 就是类名 然后方法级别是到哪 方法是需要使用内幕Space属性值 再加上标签的ID属性值 是不是应该加这个 OK 这就是咱们Log4G 买Betas中 Log4G之神 其实你会发现 这块输出的时候 有个叫Primeter 其实这就是为了我们后面学参数的时候 便于去理解 因为咱们能直观看到参数 对不对 这个空其实就是准备为参数讲解留着的